112年1月22号 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 花莲圣人公在这一天准备 3000分的兔年福袋 来执政给前来参拜妈祖的新众们 花莲圣人公主任为吴建志 和干部们配同在县长徐真卫 六位傅宽奇 竟然向上有数珍 在圣人公请广场来执政县长徐真卫 和圣人公的福袋 大家一起排队来领取 希望在妈祖的忽悠之下 在新的一年能够平平安安 今天是我们的大年初一 我们圣人公有准备了3000分的发财金 那最主要就是相当多的信众 报名的相当的踊跃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 初三 初四 初五 连续的三天 有这个季改补运 然后还有这个点灯的 有点我们的平安灯 还有点这个太岁灯 还有发财灯 那欢迎所有的信众 都能够立临这个圣南宫 南海四街102号 那欢迎所有的这个信众 都能够在新年来我们圣南宫 来做这个走春的活动 那新的一年祈福 能够这个得到妈祖的富佑 那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希望 来年都能够顺利 那疫情结束了 那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庙宇 走走 欢迎三南宫主任为 我坚持表示 三南宫在大年初三 初四初五 也就是1月24号 1月25号 1月26号 再延续三天 来为新众既改补运 点平安灯等服务 又欢迎新众 保护这三天的时间 前来宫庙 来为自己带来一年的好运 我坚持表示 妈祖可以说是相当的慈悲 新众们平常也可以前来宫庙 来拜拜 也一样会保平安 事业顺利 记得请不吝点赞